前往霧台乡嗓音的车潮 还有办理入山镇的游客 将山德检查上级的水泄布通 造成交通大乱 就是为了要一睹霧台樱花 如散状般的枝芽 开满粉红色花朵 来到霧台嗓音 樱花王是许多人不会错过的焦点 今年花期虽然有点晚 没能如期在春节假期绽放 但一般周休假日 仍吸引许多游客前来 但若是近距离观看樱花王风采 每人必须收费十元 但游客都认为值得 这边的樱花的话是开的还蛮多的 算多了 比台北阳明山那边还算多很多 开十个月后 一年一次来到这边 实在是很发的来 太漂亮了 屋台樱花王五六年前网路爆红后 从此成为乡内著名景点 每当大批游客涌入私人住宅 破坏周边环境也增加脏乱 造成屋主很大困扰 后来才决定收取清洁费 相较以往 今年游客都非常遵守部落公约 比晚年的游客好很多 都按照我们这边的生活公约 没有把我们这边的小米都踩坏 垃圾也都没有乱丢 所以没有造成我们当地的那个负担 台24线沿路种植的樱花 让屋台成为名副其实的樱花香 部落商家趁着人潮推销商品 不过他们也希望游客尊重部落文化 保护天然环境 让美丽风景可以永续维持 记者和舍评的舞台采访不到